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要來介紹 世界力國2全新DLC 山脈王室 在11月1號正式上線 新增兩個全新的文明及重製波斯文明 以及新增三個全新戰役 首先今天介紹兩個新文明是 喬治亞人與亞美尼亞人 新文明共同特色的是驢車 驢車取代伐木場及採礦地 由村民製造且不佔人口 而且驢車的造價是2600木材 驢車也可以研發伐木跟採金採石技術 它的血量是300D 近防一、遠防二 驢車也可以進行移動的 接下來介紹的共同特色是堡壘教堂 堡壘教堂可以取代原本的修道院 堡壘教堂也可以自動射箭 可以讓村民及僧侶住進堡壘裡面 增加箭矢的數量 它的造價是居然只要200木材 它根本就是一個控圖神劍組 不需要石頭就會射箭 它的攻擊是5、射程4、6 可以駐軍死人口 接下來往下看 他們的共同特色單位 戰鬥僧侶 戰鬥僧侶 它的造價是30食物、60黃金、 血量8手、攻擊力11 防禦的部分的話是近戰防禦衣 遠防防禦衣 不能遭翔 但是可以回血 也可以減移機 攻防的部分可以吃到冰工廠的科技 也能影響到這個神聖思想 跟宗教狂熱的效果 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稍微補充一下 它在1B的情況下 全滿科技跟全滿的劍兵武士對打的情況 是它會獲勝的 劍兵武士是打不贏全滿的戰鬥僧侶 它的血量最後可以可達125滴血 接下來要來介紹喬治亞人 它是一個防禦與奇兵的文明 開始的時候擁有一台驢車 但是減少50食物 開局的時候會獲得驢車 是可以拿來探土的 但是無法尋養動物的 這一點可能需要注意一點 它的堡壘教堂 在辦進10個內的村民 提供10%的工作速度 教堂的話可以插在農田 或是礦產地區 會比較優秀一點 單位和建築物 在高地作戰時候 受到的傷害減少15% 搭配它的團隊加成 這個建築物修理時 減少50%的修理費 讓它修理城堡 防禦效果會更好 它的騎兵單位 在封建時代 可以每分鐘獲得5滴的血量回復 城堡時代為10滴 帝王時代則是15 接下來介紹莫納斯巴特殊單位 每附近每5個有莫納斯巴或是騎士 傷害都可以提升1攻 傷害最大可以提升到加4攻的傷害 這個騎兵是需要抱團才可以搶的 但是它的造價比騎士還要便宜 所以要抱團出來的話 其實也不是太大的困難 唯一的缺點就是需要從城堡製造出來 不然也看不太出來太大的差異 那它的血量來說 也是比騎士稍微少了一些些 甚至可以說是少很多 但是以它的黃金造價跟它血量比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造價是相當合理的 接下來看一下它的金罐技術跟銀罐 銀罐技術是防禦建築物的攻擊力增加2 那箭塔能發射的這個箭矢的數量 可以穿透更多的單位 就是簡稱就是讓這個箭塔有這個串燒效果 那它的金罐技術 騎兵單位的索性人口減少15% 那這個效果的話 讓它抱團打這個寶兵莫納斯巴的話 會更有效果一點 接下來介紹的文明是雅美尼亞人 那它的爐車成本會減少25% 造價只需要15肉跟75木材 那爐車技術的效率提高了25% 那它地座的堡壘教堂 可以產生一個免費的聖物 讓它一開始就慢慢產生聖物的效果 是非常強大的 那兵營單位可以提早一個時代使用 除了裝甲步兵以外 就是常見兵可以在封建時代升級 但是黑暗時代不能升級裝甲步兵 只用黑棒棒 那它的爐炮戰船可以一次發射兩發炮彈 接下來介紹特殊單位 符合弓箭手 木頭是35 黃金45 血量40滴 攻擊力是4 那防禦是1 射程是4 升級的話是需要600木頭跟500黃金 升級也是相當便宜的 那它的弓箭手單位是沒有拇指環的 基礎射程是4 手偏短的弓兵 但是無視裝甲非常強大 連戰毛兵都能反擊回去 但是它一個缺點是 是沒有辦法無視攻城器的裝甲 所以衝突的部分 一樣是只能打出一滴血的傷害 那接下來介紹的是它的銀冠技術 讓爆破船有33%的爆炸的範圍增加 讓它變成最廣範圍的自爆船 那戰船系列跟投射的戰艦 都會夾1射程 所以它的戰艦系其實也並不弱的 那金冠部分 則是讓步兵增加31血 但是槍兵系是吃不到的 那這個能力 讓它的戰鬥升率也能吃得到 而且兵且讓戰鬥升率的 治療速度增加100% 接下來介紹的微秘是 重置過後的波斯 保留了波斯戰象 斯瓦騎兵取代遊俠升級 可以在城堡時代研發安息人戰術 但依舊沒有三級射 城堡中心的工作效率 變回了黑暗時代 會開始增加5%的效率 波電時代依舊10% 城堡時代15% 帝王20% 騎士單位擊殺軍事單位手 還會獲得5塊錢的黃金 帝王時代時 也可以建造這個商隊旅館 波斯這次的重裝騎士 不能再升級遊俠 會直接變成升級為斯瓦騎兵 斯瓦騎兵的數值 是血量145滴血 攻擊力14 防禦是3滴血 重裝騎士升級 是需要1500跟600黃金 升級的漏量跟黃金 是比遊俠少了一點 但是跟遊俠比起來的話 是少了15滴血 但是防禦是多了 近防衣跟遠防衣 那銀罐的部分 一樣是波斯工兵 建造工兵的話 不需要再耗費黃金 研發後工兵造架 是需要木材60的 金冠技術是改為成 城堡發射箭矢 攻擊力加4 對衝車的話是加3 對步兵是加3 獲得25%的額外傷害的效果 以上介紹的就是這次 DLC Starman王室的改版資料 這次製作的改版資料為參考用 正式版釋出後 官方可能會有再更動資料的可能性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雷歐 別忘記分享這支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雷歐 姿代行 雷歐 對 走 清 Academy 字幕志愿者 誰 晚上 清